那時候他就是會花很多錢 一直找妳玩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在外面有租房子 然後也會聊天就聊到說 我租月快到期了什麼的 他就說妳要租在哪 我那邊有房子啊這樣 他就說他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媽有留遺產給他 他有的就剩錢跟房地產 然後拿來炫耀 對 然後他就會非常炫耀 他自己有錢 然後我就說是在哪裡的房子 其實是我這邊嗎 他說對 他還收出一個 那邊的社區別墅 真的在那個地區有的一個社區這樣 然後我說但我沒有要租那了 他就說那妳要去住哪 我就說我可能去三重之類的 他就說我三重交流到下來也有房子 他哪裡都有 哪裡都有房子 炫富啦 對 炫富 是那個命理師嗎 不是 喜歡穿褲具嗎 有長得像那個歷史人物嗎 沒有 他就單純喜歡在那個 找很多裴丸師 然後好像他有 一直找一個裴丸師玩一玩之後 他就追到那個裴丸師了 真的啊 對 然後追到那個裴丸師之後 最後那個裴丸師因為被騙錢 去警局 然後他有拍那個老闆的身分證 警察就跟那個裴丸師說 妹妹妳這麼年輕 妳不要被這種騙子騙 他很多錢科你知道嗎 他有的不是錢 他有的是錢科 天兒啊 好恐怖喔 你們真的要小心 你這樣交男朋友的話怎麼辦 變成你一天可能花三個小時 陪別人 你還要叫他老闆 我們一起玩 那你男朋友一定很不高興 有一個隱形的那個界線 我男朋友也是 就是相關產業的 所以還好 相關 相關 就是 對 他比我更厲害 他是教練 我只是陪玩 對 他是教練 這個比程能接受就OK 有客戶有特殊要求嗎 什麼特殊要求 特殊要求 就是有些客人他很奇怪 他會跟妳說就是 妳可以罵我嗎 妳就一直罵我 他想要被罵 那個叫什麼M傾向是不是 他有受虐的那種傾向 他很享受被罵 妳講話那麼輕聲細語 這種罵他有在喜歡喔 我不會 我沒辦法罵 我頂多說妳這樣很智障 就是或是很白痴 我罵不出來其他的 他又聽那種入無罵型的 對 他會說妳可以罵我髒話嗎 可以啊 我打不來… 妳這樣打給Lolita 打給我們好朋友 很會罵耶 LolitaOK的對不對 好 陪完是臨時要去脫掉車子 中途離開導致比賽輸了 客人 妳們要跟他一起組隊去玩就對了 打完啊 那妳要很高手耶 對 他其實是三個人一起 一個是客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 然後要再找另外一個陪玩師 要一次兩個陪玩師 對 因為他是保贏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保贏 就是那一場一定要保證他贏 但是一場就比較多錢 可能一場就變三四百塊這樣 原本一場不用保證他贏就180 保證贏的就400這樣 他是為什麼 他要練功就對了 他要打到很上面 要練功 要練功的啦 這樣妳懂那一色嗎 聽得懂… 而且我一個老闆 然後我找兩個陪玩師 就是我們那一場一定要贏 但是就會再找一個 可能也比較會玩的陪玩師 結果那個 贏終點贏的那一場 才分三四百塊 而且一人四百塊 但是輸了妳要陪他 輸還要陪他 輸了妳就要陪他再重新贏回 輸的那一場 然後再贏一場 對 所以輸了會虧 所以有了一個陪玩師 他是玩到一半他去拖掉他的車子 去救他的車就對了啦 如果沒有玩的話是不會懂這個 真的很猛耶 莫恩應該沒有在玩這個 我沒有在玩這個 他在玩那個他手會廢掉吧 快累死了 我玩的都是奶 好 謝謝 了解… 有那麼多人做陪玩師啊 其實很多 但是陪玩師有很多種 有些是實力派 有些是就是傻嬌派 那妳應該是外貌派吧 我是實力派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自己打得那麼強了 而且妳又沒有視訊對不對 對 沒有視訊 有些會視訊 有些陪玩師他們更厲害就說 如果這個老闆一個月下我三萬塊 我就給妳視訊 視訊是一邊視訊一邊打 沒有 就單純視訊了 我還有看過更扯的 就是老闆會說 妳可以發出色色的聲音 給我聽嗎 之類的 沒有真的 那就變變相的0204了 那我真的要問一下 怎麼了 妳可以發出色色的聲音給我聽 我不會 我會罵客人說 對 他會說妳是智障嗎 妳是智障啊妳 這滿有趣的 第一次聽到有電玩賠玩師的職業 妳看 收入也挺高耶 他輕鬆玩的話就才6萬而已 是不錯 對啊 真的是滿高啦 好 來 我們來看蔡成優 來 一句話 形容妳的職業 形容妳的工作 躺著轉 沒錯 不可能啊 男生耶 她那樣子不可能是男模會館 你很怕 人家可能有她的那個市場 自由接案一樣是道府工作 道府 躺著轉 修汽車底盤的 水電工 No… 道府服務 然後還要躺著轉 你說要像那個汽車的不太像 不太像 因為她會跑 是到對方的家裡 當然 然後還躺著轉 好難喔 這什麼工作啊 你做三年了 這個阿咪老師有答案嗎 到對方家裡 然後躺著轉 遺體化妝師不能跟遺體一起躺啦 怎麼… 沒有 是你躺 是你躺還是對方躺 我躺 對方在幹嘛 對方會在場嗎 對方也會在場 對 正果 好啦 直接看了啦 猜不出來了 1 2 3 洗… 污師 洗污師 對 洗污師 這是什麼職業啊 那跟躺著… 躺著轉什麼意思啊 其實這行業就是兇仔 對 專門在睡兇仔 不是真正洗啦 是要把這個兇仔洗白啦 對不對 是不是 用陽氣來去洗 所謂他們的煞氣跟陰氣的感覺 對 來…介紹一下… 你這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會做這個行業 是因為我本身就是苦主 因為我之前在大陸經商 我台灣的房子 租匪這個八大行業的妹妹去住 然後 燒炭自殺 No 他是上吊的 上吊啊 對 掛掌 然後回去開門的時候 就是我…那個很難忘啊 傻爆眼耶 味道超級難聞 你自己發現的 就是他在裡面上吊 是啊 然後你怎麼會過來 他們的家屬就是有通過我的秘書 然後請我從那個大陸回來開門 因為說他女兒好像一個禮拜 以上沒有聯絡到他家人去 一個禮拜 太恐怖… 叫我回來開門 然後我其實 我那個電梯一打開 我就聞到很熟的味道了 很熟 很熟悉的味道 因為我曾經做過殯葬業嘛 所以我很 我一聞就知道那叫做實醜味 那個味道太重了 很難形容啊 OK 對 所以別人要來買我的房子 然後都是用賤賣的方式跟我去購買 等於你自己的房子變成凶宅了嘛 你第一次自己的房子遇到變成凶宅 然後你還打開還看到 你就進去 就掛在那裡是吧 是啊 那就是已經腐爛了好幾天了 其實我也很難形容 我不好聽 對 也不好看 畫面也不好 但是還好你本身是以前是 殯葬業 曾經做過殯葬業 變像說 本來我這個房子還要再賣出去 賣不出去嘛 那就有代購業者過來 這個部分呢 可能我這個房子市價有 大概一千萬左右 然後會用三四百萬把我收掉 對 三四成而已啊 那麼低啊 對 真的就是賤賣了 就是賤賣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的狀況下 我沒有辦法去接受 所以我就自己做洗湖師嘛 因為我剛好也有朋友 之前在日本做過這個行業 所以我就把他引進來台灣 所以日本應該比較多 日本自殺的人口多 因為他們壓力太大 沒有錯 所以說會有這個行業的存在 是因為日本那邊 已經可以把這個凶宅去表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NCC關中天沒收新聞自由 媒體寒蟬效應很嚴重 但是中天堅守第四拳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